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刚网购回来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人类灭亡报告书的第三个故事 一个小女孩在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把爸爸的台球弄丢了 那时爸爸是有珍宝的东西 要是被他发现自己弄丢了 一定会大发雷霆 他只能上网再给爸爸网购一个新的 两年后 新闻里正在播报 距离地球撞击还有12小时 正在朝地球飞来的这个小行星 和之前的擦肩而过都不一样 相关机构曾两度尝试阻止他 都无功而返 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容乐观 许多民众都开始躲进了地下室 也包括小女孩一家 她们已经准备了足够长的时间 在地下室种了很多东西 准备了很多物资来迎接这个灾难 但是小女孩却在电视中发现 那个小行星的照片 正是自己在两年前订购的台球 上面的数字就是自己的名字缩写加生日 也就是今天 两年前她看到一个奇怪的网站 说十块钱就可以买一个球 毫无社会经验 又不想挨爸爸锤的她 立马点击了订购 她拼命大喊解释 想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但爸爸妈妈却一点也不相信 就以为她是因为末日要来了 导致情绪受了刺激 便没有再多管 小女孩继续看着电视 突然她的手机上 捅步了地球撞击的时间 她吓坏了哭了起来 准备去外面走走 最后再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 另一边叔叔却在房间里紧张地敲着代码 电脑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台球的图片 她和家里人解释了 无法解析的未知黑洞现象 也许能够将网络或者手机的讯号连接起来 她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突然外面的警报变得很大声 小女孩赶紧跑回地下室 播报言说 由于会星速度突变 现在距离撞击只剩下20分钟了 电视台也出现了不可预料的瓜 知名女主播 现场直播忏悔 自己和旁边的知名主持人掉进了不道德的男女关系 同时男主播还在玩弄台里记者的感情 反正地球也将要灭亡了 自己想要在死之前揍她一顿 电视机前的吃瓜群众们乐开了花 突然地下室店里供应中断 爸爸提出那颗台球能不能取消交易或者退货 叔叔说可以试试看 于是爸爸妈妈用爱发电 让叔叔连上网试试 电脑和手机上突然出现了回车键 按下它之后 倒计时停止了 然后画面上又出现了一个插合圈 缺少锻炼的爸爸妈妈坚持不下去了 没有时间给他们犹豫了 小女孩果断地选择了插 瞬间倒计时变成了两分钟 一家人崩溃了 小女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她订购那颗台球 只是想让爸爸妈妈觉得她长大了 和家里人做了深情的告白 说过了我爱你 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 台球撞击地球 城市化为灰烬 十年后 他们仍然生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一场震动过后 地下室的门塌了 刺眼的亮光从入口倾泻了下来 小女孩走出门外 看到外星人对她伸出了手 是她注册的ID 触碰过后 外星人乘坐飞船离开了 地球也恢复了从前的样子 只有不远处的八号球那么的醒目 原来外星快递员一直在找这个收件人 只为了将快递亲手交到她的手里 多么感人的故事 我都看哭了 但是这怎么可能阻止 精致的猪猪女孩网购的步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公众评论的话 我就 和你一起拆快递哦 科幻正见 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